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国学经典维炉叶化 维炉叶化在咱们国学经典里面属于楚氏三大奇书之一 另外楚氏三大奇书是蔡庚坛小窗幽记 加上维炉叶化并称楚氏三大奇书 这维炉叶化的作者是清朝的王永斌 这王永斌是湖北宜都人 是清代的学者 他不喜欢科举 他生性很率真 那这本维炉叶化的总共有221条 那今天首先和大家分享一部分 第一部分作者说 教子弟于幼时便当有正大光明气象 减身心于平日不可无忧情替力功夫 可能这段话大家觉得很奇怪 首先说教育子弟要在他们幼小的时候 幼小的时候教育他们要有正大光明的气象 要光明磊落 自己呢 要减身心 要减视自己的身心 我的言行和思想 自己如何 不可不可无忧情替力功夫 要有忧患的意识 不可没有忧患的意识 要情 要警惕 要厉害的力 就是戒律之心 要有戒律之心 要有忧患意识 要情学 要警惕 作为老师 作为父母 首先要检视自己 检身心于平日 然后教导孩子小的时候 要有光明正大的气象 要光明磊落 我们和朋友交游的时候 要把他的好处流心血过来 这样对我们才有益处 对圣贤的言语 我们照着去做 才算是真正的读书 你不照着去做 不算真正的读书 一个人虽然是潦倒困顿 让人觉得煎熬 那有没有什么好处呢 也有好处 那在这一段贫寒的日子 你就学会节俭 学会节俭 慢慢的生活的处境 会得到改变的 有的人天资比较好 有的人比较愚钝 笨拙一些 愚钝的人 想要取得同样的成就 想当然他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这就是情能捕捉这个道理了 一般来说 稳当化 却是平常化 所以听稳当化者不多 本分人既是快活人 无奈做本分人者甚少 这是原文 稳当化就是很平凡的话 很平实的话 让人听起来觉得平淡无奇 所以一般的人呢 不喜欢听这些平实的话 平凡的话 什么人是快活的人呢 本分人 我们说哎呀 做人要做一个本分人 做人要守本分 这个本分人就是快活人 很多人呢 好高物源 本分没有做好 又好高物源 你肯定不快乐 肯定不快活 试着每天 把本分该做的事情都做好 这个本分就牵涉到我们的角色 父母的角色 儿女的角色 学生的角色 把本分做好 我们才会快活 而做到本分 就关系到不同的角色 本分人就是快活人 不过做好本分者少啊 你看孩子 都要父母催 才去做他本分的事情 父母很不快乐 孩子也不快乐 被催也很不快乐 不如高高兴兴的 把本分内的事情完成 这多好多快乐 本分人就是快乐人 所以生活的快乐 就在看似平淡 而绵长的日子里 人的幸福 就在踏实和安心的自在当中 处事要带人作详 读书需窃及用功 古往今来都一样 我们都强调 处事要带人作详 为他人的处境着想 读书要窃及用功 读书一直受到我们的重视 这件重要的事 是没人可以代劳的 就算你听书吧 你自己还是要读书的 最后听了之后 读了之后 要把这些知识道理 转化成自己的智慧 另外呢 为人处事信用很重要 信用是人的历世之本 在书上呢 他说是历身之本 还有一样 这样呢就是宽恕的心 如果你有信用 别人愿意和你交往 他会相信你 如果你会宽恕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高标准要求自己 对他人保持宽容 所以很多父母说 哎呀 你看我这么努力 你也应该努力 言以律己 宽以待人 稍微宽一点 作者又提到 有一个人呢 这个人是鬼谷子的弟子 叫苏秦 这个人很有辩才 游说六国 合纵抗秦 后来在齐国任克钦 和齐国的大夫征崇 就遇刺 重伤未死 为了捉拿凶手 他请求齐王 以燕国间谍的罪名 把苏秦自己处死 然后悬赏捉拿行刺的人 诱骗刺客出现 齐王一计而行 把苏秦车裂于世 最终捉到了凶手 他就是误言害了自己 你看一个很会说话的人 最后死在说话 说错了之下 还有一个人叫石崇 崇拜的崇 这个人很有钱 但是他有钱呢 是因为去抢夺远方的客商而致富的 他常常和另外的人呢 来斗富 谁更加富有 他常常呢 是得了上风 结果没人能比他 后来就因为遭到极恨 被诬陷死了 所以不管是富有也好 能说话也好 一个人非常能说话 就要小心自己说话 一个人恨富有 也要非常的小心 交小儿 以言 严格的言 言气足以凭造气 带小人以静 静心 尊敬的静 静心 内心的心 可以化邪心 小孩子 天性 喜欢玩 不容易专注太长的时间 躁动 我们对他们教育稍微要严格一些 对待生活中的小人 你说我就应该鄙视他 书上说要尊敬他 他如果再受到鄙视呢 可能自暴自弃 做出坏事来 你不如尊重他 结果呢 他可能想保有这一份的尊重 而放弃邪恶的想法 也是有可能的 对于善于谋生持家的人 不一定是善于积累财富 善于持家的人 总是能够把家中大小事物 安排的是井井有条 使家里面的每一个成员 各司其职 如果我们只是把眼光盯在积蓄财产上面 却不懂得长久持家 团结和睦 就有可能 因为一时的穷奢及奢侈 加到转瞬败落的场景 善于处理事物的人 不是凡事都首先考虑自己的利益 而是就事物本身进行分析 看是否合乎道理 是否可行 那些不善于处理事物的人 往往不懂得规章的重要性 做事情没有章法和条理 这样处理事物往往陷入混乱 也难以得到众人的支持 在南朝臣最后一位皇帝叫陈淑宝 他在位的时候大修宫殿奢靡无度 不分昼夜的和非平大臣雁乐 不问朝政 隋军大兵压静的手不以为然 最后被俘虏了 做了亡国之君 隋扬帝在位期间满足自己晚乐 挥霍无度 劳民伤财 最终天下大乱 自己也被部下所杀 历史上的这些教训不胜美举 所以在事丰日下的时候 如果有一些多一些 清醒有气节的人人志士 挽救家国威王 他们的功德就可以和日月争辉 有些人都感觉自己比别人还要痛苦 世界上最苦的就是我 作者有一段话说的特别好 他说所有的人长得都一样 都是两道眉毛 一个鼻子 然后一张嘴巴 都是这样 他说把你的脸上 一到两道的眉毛 好像是曹字头 鼻子好像是一个十字架的十字 下面一张口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清清楚楚的 写着一个字苦 所以就不需要羡慕那些 财大气粗的人 你不需要太羡慕 为什么呢 因为每个人脸上都写着一个苦字 也不要觉得自己比别人更加苦 都不需要觉得 大家都有不同的苦 苦难是没有一个人是有豁免权的 所以呢 要感恩 要凭信心生活 要凡是感谢 要懂得感恩 这很重要 秦始皇吞灭六国 建立统一的政权 但是秦始皇施行的法度非常严苛 百姓负担沉重 所以呢 百姓就揭肝而起 开始反秦 所以一度强大的秦朝就经历了两世 就灭亡了 西楚霸王项羽啊 勇盟是无人能及呀 但是他刚毕自用 不能信任和团结别人 对别人不信任 刚毕自用 也不能够团结别人 结果呢 被刘邦率领的大军攻破 被逼无奈啊 自闻于乌将 这些历史故事 对我们处世为人 都是很大的提醒 由财必掏藏 真正有才能的人 好像没有经过提炼的精子 或者像没有经过雕琢的玉石一般 深藏着巨大的价值 却不露锋芒 比如汉代的韩信 少年的时候一介平民 但是那个时候性格放纵 不拘礼节 四处游荡 甚至不能够自食其力 受到乡里的嘲笑 可是他被刘邦重用之后呢 屡屡展现军事才华 率汉兵大破储君 为刘邦建立西汉 立下其功 被萧和 赞誉为国事无双 像韩信这样的人 最初没人赏识 只是暂时被埋没起来 终有一天会被人发现 有财必掏藏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财 不会永远怀财不遇的 一定会被发现 所以在你被买藏的岁月里 一定要好好的投资自己 接下来这句话也很重要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积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这个余庆 就是遗留给子孙的恩泽 余秧 栽秧的秧 就是遗留给子孙的祸患 其实这句话是来自于易经 来自于易经 就是你多行善事 是积善之家 你就会移留恩责给你的子孙 恩典给你的子孙 如果你的家庭是行不善 多行不义的 你就会留栽秧给后代子孙 按圣经来说那叫咒诅 这句话是来自于易经 天下的父母几乎没有人 不疼爱自己的孩子 却并不是每一个人 都懂得教育自己的孩子 往往严格的教育 更会让子女成为有用之才 所谓严格 并不是说要责骂和体罚 而是要为他们树立正确的榜样 引导他们走正确的道路 激发他们远大的志向 提高他们自身的品质 读书不管是资性高低 但是能够勤学好问 凡事要思一个所以然 自由易离贯通之日 别人都知道 然 但是你要去思考所以然 这样你就比别人更进一步 进步得更快 孔子曾说 相怨得之贼也 这里的相怨就是 不是相亲的愿望 不是这个相怨呢 是表面上忠厚 内心奸诈的人 他对这种的人呢 他认为是道德的贼 他非常的厌恶 还有一种人 他们的人格 逼俗浅薄 从来不从大局出发 而是时刻担心自己的利益 是否受到损害 处理问题 从来都是以自己的利益 为出发点 孔子认为 这种人呢 目光短浅 必然难成大器 我们为人处事 也常提到 忠孝仁义 忠啊 也有余忠 孝也有余孝 所以我们要懂得分辨 人的价值呢 是在于思想言行 是否正直高尚 外面财富的多少 并不能增减人的真正价值 只有真正心胸开阔 具有一定思想境界的人 才能够如此来看待富贵 圣明的君主 大部分都是主张 以仁爱治理天下 虽然不会像佛教 佛家那样 要求人放生 不过他们同样 也是珍惜生命的 品德高尚的人呢 从来不会对别人求权责备 因为他知道 要求一个人不犯错 那是不可能的 要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如果不给他改过自新的机会 可能反而加深他的错误 大丈夫处事 论是非 不论祸福 是君子利盐 贵凭正 犹贵精详 大丈夫处事 论是非 公私分明 不论祸福 首先考虑的不是自身利益的德语师 君子利盐 著书利说 发表影响后世的言论 贵在什么呢 凭正 贵在公平 公正 犹贵精详 推崇 准确 详尽 这样才会起到 启发人 教育人的作用 如果我们遇到满步讲理的人 采用不去理会的态度 让他自逃 没去 就可以了 和泼妇一样的人相比 更加可恶的是那些挑拨离间的小人 他们靠一张利嘴搬弄是非 让人深陷烦恼之中 如果把心胸放宽广 不去理会 那这些小人见他的言语根本没办法 叫他人受到伤害 他也就会停止散步谣言了 在佛教中有活菩萨这个称呼 什么叫活菩萨呢 就是在生活中急人之难的人 受到人的感激尊重 在佛教中称为活菩萨 世界上的功名利禄 全是地位 像一个巨大的老龙 把很多人围困其中 少有人淡泊名利 这些人淡泊名利 就好像冲出了老龙 这是世界上的大英雄 王永斌说 气性乖张 多是妖王之子 一个人气性 脾气性情 乖张 就是性情怪僻 执拗 多是妖王之子短命 语言深刻 就是尖酸 刻薄 忠为薄福之人 一个人说别人 挑剔别人 说别人 说得非常刻薄 这个人 没有什么福气 福气很少的 为什么呢 他肯定招人讨厌 那就没人愿意帮助他 他的福分自然就不多 智不可不高 智不高 则同流合物 心不可太大 心太大 则舍尽图源 这句话的意思是 智不可不高 有智不在年高 无智空火百岁 高原的志向 可以引导一个人 积极进去 可是心不可太高 有些人呢 心太高了 却缺乏实干的精神 遇到困难 退缩不前 智大才输 也很难获得成功 所以人常说啊 有智之人立常智 无智之人常立智 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 今天 维炉夜话 第一次就和大家分享到这 好 祝福你 拜拜